社長在今天高度關注的是 聯發科的法說會 沒有想到陳顧問 讓他覺得很訝異 庫存問題好嚴重 而且他的猜測 第二季相當的保守 對 我們看他第一季的財報 第一季營收年減33% 然後稅後存疫年減五成 就像剛剛斐宇你講的 這符合大家預期 為什麼 因為第一季 在輕庫存 輕庫存階段 好 那大家關心的是第二季 第二季 如果照聯發科的說法 大家預期他第二季 會連減36到41% 好 那沒想到 他的董事長講了 說對第二季 輕庫存的預期 可能跟第一季持平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全世界的手機 如果我們講消費性產品 手機大概是衰退4% 跟電腦有關的 不管是筆電 桌上型電腦 平板 都是衰退2% 所以看來手機 智慧手機更慘 對 所有消費性產品裡面 智慧型手機是衰退最多的 好 那偏偏 偏偏聯發科 又是以手機的晶片為主 所以聯發科受到的影響 也會最大 反觀我們從台積電 聯發科的法說 來看台灣半導體的表現 我3月的時候預計 全世界的半導體市場衰退4% 台灣可能會比全球市場衰退更多 會衰退到5點多 5.6% 而這裡面我們看IC設計 IC設計預估兩位數的衰退 衰退到12.3% 是 對 那沒辦法 台灣的IC設計龍頭是4.8顆 所以1.8顆不好 就會影響到我們整個殼機電 所以包括整個晶圓代工記憶體 都非常